嘿!我是廖哥 姐也整理的是人生 你的人生有什么困难吗? 让我来帮你全部out! 很开心大家今天来看这个直播 我要教大家过年清冰箱 你们要过年的时候都会觉得 天哪冰箱真的是一个失控胶囊 很可怕对不对 这一次是最长的年节之一 那我就教大家怎么收纳 或是清你的冰箱 第一个你需要的工具包含什么呢? 比如说你一定要有干净的桌面 如果你有收纳整理过你一定知道 至少要有一个桌面或是地面对不对 可是因为冰箱里面都是食物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 最好最好不要放在地上 因为地上就有点怪怪的 那你可以把你的餐桌或是用一个折叠桌等等 用一个干净的桌面 上面铺报纸 你就可以先把冰箱的冷藏的东西先拿出来 那冷藏的东西可能有包含 比如说我妈好了我举个例子 我妈的冰箱很恐怖 我们清出来的时候会有什么 三年前的年糕 上面整个都是发霉 白色一点一点的 然后也有那种流汤的鱼头 真的不夸张 我把那个鱼头拿出来的时候 把那个塑胶袋打开 它整个流了两行类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 你就是铺好报纸 然后把这些食物拿出来的时候 记得你在整理东西的时候 还要准备的其他工具就是 黑色垃圾袋 黑色垃圾袋你可以丢一些垃圾之类的对不对 还有透明分类袋 厨余桶 脸盆 或是水桶 大家一定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要有这三个东西 因为如果你是整理冷藏或冷冻的东西 你拿出来的时候 它有一点点退冰的时候 旁边可能会有水 或什么的 所以如果可以 尽量是 用像这样水桶 或脸盆之类的 那你把食物先放在里面的时候 在挑选的过程 你就不用担心说 它会有水份跑出来 首先呢我们要集中的时候呢 铺好所有报纸之后 开始把所有东西拿下来 比如说冷藏里面 就可以挑出哪一些你不想吃 过期的就不要再吃了 再来 开封超过三个月 我觉得像这种 比方说你已经开了一段时间的 尽量尽量 就是赶快煮完 超过三个月的 如果你觉得已经不太新鲜了 或是不想煮的 你也可以跟他说再见 在敬藤马里会的书里面 曾经有提过 如果你拿起那个食物 觉得你煮了也不会怦然心动的 你真的可以跟他说再见 煮了也不会想吃的 这一类的 你都可以断舍离 但是我说的断舍离 并不一定是 把它全部丢掉 而是如果可以的话 你可以把还能吃的 先另外放 那冷冻的话怎么处理呢 你可以把冷冻的 比方说 肉类如果超过一年的 你真的可以断舍离了 你知道我家很恐怖 我在冰箱里面冷藏的地方 看到一个 烹吧 反正就三层肉 我拿出来的时候我傻眼 肉类如果超过一年 你就不要再煮了 我甚至像 海鲜超过六个月 对不对 我之前有看过 我们家我妈妈永远找不到他买的 小鱼竿 我们小鱼竿有 小鱼竿中鱼竿大鱼竿之类 就是各式各样的鱼竿 我妈找不到就再去买 找不到就再去买 等我们把整个冰箱东西都清出来了 发现 竟然有八包一模一样 而且有一些他都不确定买了多久 所以像这一类的 你就可以考虑把它断舍离 另外还有一个是 没有过期但是不想要 你知道这还可以吃但是你就是不想煮 朋友给你的 可是你压根不喜欢这一类的食物 或者是你不会吃不会煮这一种的 你可以把它PO到顺食中接着 基本上你所有能吃的东西你PO上去 都会有人跟你索取 比如说我最常看到就是有一些剧组 他们会订很多便当很多咖啡 可是吃的跟喝的有限 所以还是会剩下很多 但是丢着也是浪费 所以呢 他们就会PO到顺食中接着 马上即便在什么偏远山区 马上都会有人去那里跟他索取 这样子食物不会被浪费 在他还很美味还能吃的时候 送给有需要的人 甚至是人家自己来拿的 你想想看 你不要东西可以是别人的 一餐 我觉得这也是很棒的 记得不想要的就可以 拿到圣食终结者 再来 如果你上过我的课 或是听过我说 收纳四步骤 分别是什么 有一个口诀叫做 极挑分规 冰枪也是极挑分规 挑就挑那些过期的 不想煮的 挑掉之后 接下来 请你开始分类 你可以把同类型的 比方说 保存期限短的放在一起 或是瓶装的调味料放在一起 或者是 煮过的这个蔬菜放在一起 还有你可以分成 食用或是未食用等等 其实每一个人的分类不太一样 有的人可能会觉得 哪一层是冷藏比较强的 然后就把那个地方放你要的东西 再来 在分类里面 如果是冷藏的 你也可以分成 肉类海鲜跟其他 其实分类我觉得 没有一定 因为像有的人会说 这里是我常煮的 这里是我少煮的 这样也OK都可以 第四个步骤就是归位 那归位的话 如果可以请你在视线等高的这里 放你最常煮的 最需要马上吃掉的东西 同类型的东西 同一个形状的 尽量放在一起 因为这样子的话 你收纳会比较整齐 而且也可以把同高度的东西放在一起 比如说如果都是瓶瓶罐 你可能可以从由低到高 那你这样前面就可以看 这就是辣椒小罐的 后面是大罐的等等 就是依照他的高度来排放 然后再来 善用冰箱的收纳品 等一下我教大家 冰箱的收纳品怎么挑 再来 直立式的收纳 其实直立式收纳很重要 因为 当你如果把东西放在夹链袋 或保鲜袋里面的时候 如果你是平放这样堆叠 就跟衣服一样 你永远都不记得 最下面放了什么 但是如果你是直立式收纳的时候 你就可以 每一个都可以看到它是 仔细的排好的在盒子里面 所以这样子就很好找 再来重点就是 请问收纳品怎么挑对不对 第一个 如果你是一个很容易失忆的人 我建议你 买这种透明的收纳盒 然后同类型的东西放进 透明收纳盒 你就可以 记得这个东西里面放了什么 而且同类型的一起 你比较可以知道数量是多少 那如果你喜欢这样 像抽屉一样拉出来 可以选下面这个 下面这个就是有把手 可是请记得 如果你在挑选收纳品的时候 这个把手 尽量不要太凸 因为太凸就会浪费空间 第三就是我最喜欢的这个 大创的自由自在收纳盒 可是请你大家记得 一定要选 双形 帮我笔记好不好 留在留言笔记 自由自在的身形 因为身形它的深度才够 这个自由自在的身形 很好用 因为它是有点像 无印良品的那种 半透明雾面的 再来下面的这一款 也是一样 透明的 但它比较细长 所以呢 如果是 瓶瓶罐罐就可以放在这个里面 那一样 旁边这个 这里前面有一个凹槽的 这个收纳品 有一个好处就是 你比较好 因为它前面是一个凹槽 比方说你同样的罐头之类的 你就可以放到这个 然后一整排这样拉出来 非常的方便 有小小的酱料的话 就可以用这个 挂在 冰箱门侧面的一个小收纳盒 这样一片一片的 它是一个分隔的 让那个瓶瓶罐罐 不要打在一起 所以它是一个分隔的小东西 可以插在冰箱旁边收纳的地方 那你知道为什么要用这个分隔吗 因为如果你的瓶瓶罐罐会一直这样敲在一起 很难收纳 可是当有这个分隔的时候你的每一个东西都好像等距离排列 然后就可以很整齐 所以这个收纳品我觉得很适合 补充一下 假设你是 比较像右脑型 比较直觉 你需要马上看得到东西 不然你就会不记得要煮什么 请你买透明的 那如果你觉得 不太喜欢马上可以看到那个东西 但是要隐隐约约的感觉的话 请你选中间这个雾面自由自在的深型收纳盒 好 极挑分龟的龟啊 冷冻的你可以用 收纳盒 保鲜袋 夹链袋等等 可以把它收纳起来 其实 保鲜袋跟夹链袋有一个诀窍 你把东西放进夹链袋的时候 所有东西都集中在下面 所以下面就很胖 怎么样让它平均呢 你把它放进去之后 平放这样子 然后让它平均的铺好 等到它硬掉了之后 就是已经差不多了 你再让它放进收纳盒里面立着一个一个放好 它就会很整齐 就是让它先平均一点 再放进去 那你每一个东西就可以放得很好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收纳的话 你可以看我最近跟三连营养师一起的那个影片 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收纳技巧还有断手离的方法 里面也有跟长辈沟通的一个方法 那今天 关于冰箱的收纳的部分 我讲完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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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